大家注意,想要写好底端带有撇和竖弯钩的一类字 以下这三种坑,千万不要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免字,主要是在于撇和竖弯钩 我们是绝对不能粘连到一起的 竖弯钩和撇之间要留有一点点空隙 不要把竖弯钩接到这个撇上面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然后竖画,横折,往里收再来一个横画 好,撇画往外,走 然后竖弯钩和它中间留有一点点小空隙 往外延展出去,好,向上出钩,这是免字 第二个五字,大家注意 底端不要写成撇低竖弯钩高 因为上部的横向笔画,你看我们写横向笔画 总是左低右高往右上倾斜的,是吧 既然上部往右上倾斜了 那你底端还写成撇低竖弯钩高的话 左低右高整个字就撬上去了,重心是不稳的 所以最好的是撇和竖弯钩在一条水平线上 或者是撇略为高一点点,但是不能把撇写低 来,我们来看一下五字,小短痕 再来一个横画往上扛接 然后你看,撇画往这儿 好,竖弯钩 与它在一条水平线上可以 这是五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丸子 最后一个是什么问题呢 主要是在于上部写的太宽 大家注意,底端带有撇和竖弯钩的字 基本上撇和竖弯钩 大概率都是作为主笔要给它往外面延伸出去的 而上部的内容给它收住 因为这种字形上窄下宽会让整个字形更稳固 所以不要把字头给它写太宽 字头写太宽,下部写窄,字形不稳固 而且也会显得头重脚轻 我们来看一下丸子 点画 竖点 横钩 窄一些 小短痕 再来一个横画 撇画往外 竖弯钩给它延展出去 上部窄一些 下部宽一些 这是丸子竖写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底端 总结下来就是底端的撇和竖弯钩 中间留有一点点小空隙 不要挤一块 再一个就是底端可以是对在一条线上的 对其底端撇和竖弯钩可以对其在一条水平线上 还有一点就是上部窄底下宽 因为撇和竖弯钩往两边打开 底端越宽自行越稳固 你学会了吗